上週政府宣布的全面禁堂式令 令不少市民被迫在戶外用餐 民間有大批機構和商戶主動免費開放空間 邀請市民入內借用位置休息和吃飯 位於尖沙咀的發營屋YC Hair Studio 也自發開放空間給公眾人士入內用餐 當時又下雨 又焗又熱 自己的感覺都覺得不好 覺得他們辛苦 反正自己這地方夠大 不如請他們上來吃 都是突然想起的 其實都是自發性的 我覺得作為一個人是有人性的 Joanna主動向區內的地盤工人 派發貼有店舖地址的卡片 邀請他們來店舖吃飯 拿著卡片因為有地址 拿下去親自告訴他們 上來吃吧 不要太辛苦 涼下冷氣也好 我們不是銷售你的 你可以上來吃飯 舒服點 大家多走一步 力量會大一點 可能我這裏只能夠容納到五六個人 如果多幾間類似地方可以再容納的時候 可能每條街都可以幫到一些人 會多些 香港還有很多很好的有心人 那麼 政策做得不好的 我們自己自救 自己幫忙 全日金塘食令 原本在7月29日至8月4日期間生效 最後因為引起公眾不變 維持了兩天就取消 Joanna的發營屋和很多商戶機構一樣 主動開放室內空間 給公眾用餐 還有熱心的市民 在網上整理開放地點資料 他們也希望幫助其他人 逆境自救 現在讓自救做水 插槓 將想要做水 救來了 結果 你會顧慌 發營屋 某手 為何 過